汉景帝 公元前150年 汉景帝废了 仅仅当了三年太子的皇长子刘荣 并且诛杀利基宗亲 逼此利基 四个月后 立王夫人为皇后 十二天后 立交东王刘志为皇太子 就这样 一场震动朝野的太子废立事件 汉景帝没有和群臣商议 就这样罢了 然而太子的废立 从来都不仅仅是皇家的私事 当年汉高祖刘邦 想废掉太子刘盈 改立自己心爱的欺负人之子刘如意 就引发朝臣们的集体反对 刘邦最后不得不退让 终止了太子的废立 那么废立太子这样的大事 汉景帝为什么不与大臣们商议 由废立太子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又是如何彻底改变了 朝中两位重臣的命运 为什么说景帝在临终前 为了新太子刘志 是煞费苦心的做了一番安排呢 今天收看河南大学教授王立群先生 为您讲述的系列节目 文景之志第二时期 汉景帝的心思 而汉景帝为什么敢自己擅自做主 就废立太子 废掉皇长子刘容 立皇室子刘志的很重要的原因 他没有把朝臣放在眼里 因为此期的朝臣已经非B期的朝臣 汉初的朝臣都是帮助刘邦 打天下的功臣重臣 而景帝时期的朝臣 很显然他们的社会地位 他们的分量 他们的影响力 赶不上西汉建国时期的那些朝臣 但是太子的费力 从来都不是皇家的私事 因为太子是国之储君 他关系到一个政权的传递 关系到天下的安危 朝臣一向在这个中间 是不会不发生的 所以景帝费力太子这件事情中间 在朝臣中间也会遭到人们的议论 那么朝臣中间果然有人反对 第一个站出来 坚决反对费力太子的 是当时政任太子太府的窦英 窦英是汉景帝朝平定五主 七国之乱的两大功臣之一 另一个是周雅夫 周雅夫在此后被封为调侯 窦英被封为魏姬侯 窦英同时她的身份 还是窦太后的侄子 当年在窦太后的皇宫中间 窦太后就希望汉景帝 传为给自己的小儿子 就是汉景帝的弟弟 梁孝王刘武 汉景帝也曾经说过 百年之后传为梁王的话 结果遭遇了窦英的反对 窦太后一怒之下 取消了窦英 进入宫廷的门籍 所以无除七国叛乱发生以后 汉景帝就考察能够评判的人选 在考察人选的时候 他就发现 流性的宗室和窦性的外妻 这两家之中 没有一个人的贤能超过窦英 所以召见窦英 希望重用窦英参加评判 窦英坚决推辞 汉景帝却是一个 求人的时候 汉景帝还是很会说话的 汉景帝怎么说呢 天下方有吉 王孙宁可一让你 当天下威王的这个关键时刻 你怎么能够推辞呢 这个好话一说 那等于说 天下威王只有你窦英勘当大臣 天下威王你 没有办法 你是没有理由推辞的 两顶高贸易赛都应应成了 担任大将军 他的任务 驻守形阳 军事重镇形阳 协调攻打赵国和齐国叛军的工作 周雅夫作为太尉 他的任务是对付吴楚 吴楚七国之乱 对付吴楚的是周雅夫 对付赵国给齐国的是窦英 窦英 接受任命以后 汉景帝赏给他千金 但窦英是个很廉洁的人 得到这个封赏以后 他把封赏的这个钱 全部摆放在自己的庭院里的乌郎之下 所有来办事的官员 只要有用钱的疑虑 随便拿 你觉得你需要用多少 你就拿多少 没有一分钱进入自己的私宅 全部用于国家大使 这是一件表明他的连结 第二 他在受命之后 立即推荐了 向袁岸 鸾部这些人 特别是鸾部 后来作为将军领兵出征 去平定 这个 齐照的叛乱 立了很大的功劳 这是窦英推荐 所以窦英是既有才华 又极其廉洁的这么一个外戚 所以在无处七国之乱以后 窦英的地位迅速上升 风味未激候 而且当时很多门客 去投奔窦英家里边 一下子增加了很多门客 至于周亚夫 那就更不用说了 他是平定无处七国之乱 最重要的大将军 他对付的是最凶残的无处军 三个月平定了无处七国之乱 所以攻风调侯 所以无处七国之乱以后 朝中那么多猎猴 说其话来最有底气 大家最信服 最有影响力的是两个人 调侯周亚夫 魏激侯窦英 等到汉景帝废太子刘荣的时候 魏激侯窦英此时正担任太子太夫 是太子的老师 所以他挺身而出 反对汉景帝废太子刘荣 最终当然是以失败告终 失败以后 窦英怎么办呢 史书记载 魏激侯窦兵 并居兰田南山之下数月 诸兵科便是睡之莫能兰 什么意思呢 魏激侯在自己觐见失败的情况下 主动提出来 干了 老子干了 请兵将 然后跑到京城长安附近的蓝田 然后在那休闲 在家休假 谁劝他 他都不来 这件事情对于窦英来说 很显然他是用自己的休病假 来对抗汉景帝废帝太子这件事情 特别是废太子刘荣的件事情 但是有一个他手下的门客 这个人叫高隋 这个人很有眼望 他找到魏激侯 讲了一番话 他说 能富贵将军者 上 能亲将军者 太后 能让你富贵的是皇上 能亲近你的是太后 如果你现在 你带着炮兵家 不上班 你把太后得罪了 你把皇上得罪了 假如这两个人 都对你不满意的话 你会怎么样 那恐怕 你的家族将会遭殃 这番话一说 魏激侯觉得对 不能够把太后 给皇上都得罪了 于是开始上班 好像 像以前一样 但实际上 汉景帝对魏激侯 因这个事 花上了深深的一道裂痕 后来套侯免相的时候 当原来的宰相被免 要任用新的宰相的时候 窦太后多次向汉景帝提出来 魏激侯可用 汉景帝就是不用 而且汉景帝给他的母亲 讲了一番话 他说我不是不用魏激侯 而是魏激侯这个人 不够稳重 应该说 窦英是一个 私心不重的外戚重臣 立处 平叛 辅佐太子 一心未攻 只是因为多次反对汉景帝 废除太子刘荣 就一下子 被景帝打入 最不信任的朝臣之列 那么为了阻止景帝 废除太子刘荣 不仅仅是太子太父窦英 还有一位重臣 也为此事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他又会是谁呢 除了魏激侯斗英以外 另外还有一个重臣 也为太子刘荣的被废 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平定 无处欺国之乱的守公者 调侯周亚夫 周亚夫也成了反对者之一 因为在当时 这个无主机构之乱平定以后 朝臣中间 说话最有分量的 调侯周亚夫 魏激侯都已 调侯魏激侯 两个最重要的大臣 都反对 魏激侯反对 无效 魏激侯请命驾 最后没有当上宰相 调侯周亚夫也反对 反对的结果是什么 反对的结果是 景帝由此疏之 不但没有达到目的 汉景帝由此疏远了 周亚夫 而更糟糕的是 周亚夫不但因为 为废太子刘荣说话 被汉景帝疏远 还有人给周亚夫 点眼药 所谓点眼药 就是专门说周亚夫的坏话 谁呢 梁王刘武 梁王每次上朝 总给太后 说周亚夫多坏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周亚夫 在平叛之初 就给汉景帝定了一个总体战略 这个总体战略就是抛出梁国 让梁国给吴楚血拼 吴楚军队就无法继续吸进 然后周亚夫派兵 偷袭 无处的梁道 这是商定好的总体战略 当然梁 梁王在军事压力之下 要求周亚夫派兵 周亚夫不援 然后让汉景帝求救 汉景帝下令 让周亚夫出兵 周亚夫还是不敢 实际上 汉景帝这个命令 也不过是走走行事 骗骗他的弟弟 并不是真心要救梁王 因为汉景帝已经确定的 军事目标是不可更改的 再加上汉景帝也想借着无主之君 在判断 平叛的过程中间 削弱梁国的军事实力 免得他弟弟将来伟大不掉 对自己的皇权构成威胁 所以梁王刘武 给周亚夫点眼药这件事情 没有得到汉景帝的响应 因为汉景帝也支持周亚夫的做法 紧接着出现的另一件事 造成了汉景帝 在费帝太子这件事情上 第二次和周亚夫 造成激烈的冲突 这个冲突是怎么来的呢 是匈奴 匈奴的王 一个叫徐鲁的匈奴王 带着五个高级将领投降汉朝 汉景帝就想封这几个人 同时为侯 汉景帝的做法是鼓励 更多的匈奴的上层人物 投降汉朝 结果这件事情 周亚夫坚决反对 周亚夫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 周亚夫也有自己的理由 说这些人背叛了自己的主人 投奔汉朝 如果我们封了他 那等于是鼓励 臣子不忠于自己的主人 周亚夫提的意见是道德 汉景帝的主张是利害 汉景帝觉得 从利害的角度讲 我封他们五个人为侯 可以引诱更多的匈奴 上层投降汉朝 这个话有没有道理的 有道理 这是从利益的角度来讲的 而周亚夫讲的有没有道理 周亚夫讲的也有道理 周亚夫讲的是 从道德的角度来看 二则各有其所取之处 但是这件事情最终 是汉景帝的意见 得到的执行 因为汉景帝是皇帝 他拥有最后拍板的权利 他拍板支持这种做法 所以这样一来 周亚夫给汉景帝的矛盾 进一步加深 我们前面讲过 未及后杜英 因为反对景帝废太子刘荣 最终没有当上宰相 而这一次 周亚夫又在两件事情上 得罪了汉景帝 一个是废太子刘荣 第二是封匈奴 五位相将 两件事情上 得罪了汉景帝 所以汉景帝 中元三年 以有病为由 免了周亚夫的宰相 两个立有大功的人 都是因为在太子刘荣 这个问题上 得罪汉景帝 先后一个是失去当宰相的机会 一个是当了宰相以后 又被免去宰相 所以这个费力太子这件事情 在景帝潮 确实是一件大事 它影响到两大功臣的前程 周亚夫被免相以后 汉景帝并没有放过他 不久 汉景帝就招周亚夫进宫中去赴宴 这个费宴就是所谓的饭局 中国人吃饭是一件大事情 汉景帝请周亚夫吃饭 又是在中国历史上的饭局中间 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例子 这次吃饭是怎么回事 只有两个人 汉景帝和周亚夫 实际上汉景帝不吃 让周亚夫一个人吃 这是一件很少有的事情 皇帝请一个大臣 免相的大臣入宫吃饭 而且景帝不吃 看着周亚夫吃 吃什么呢 吃肉 什么肉呢 一大块肉 这个肉没有切 就那么一大块 摆在桌子上 请周亚夫吃 那周亚夫如果看到这碗肉 皇帝请自己吃 你们拿着了餐具来 刀子 叉子 筷子 一块下注就可以吃了吗 恰恰是 这个桌子上 餐桌上 除了这一大块肉以外 没有任何餐具 这个饭吃就有意思了 皇帝请了一个免相的大臣 入宫吃饭 就这么一大块肉 没有切 又没有餐具 吃吧 这就应了一句话 这叫无处瞎嘴啊 你怎么吃啊 洪宴中间我们讲过 项羽赐给 当时这个刘邦手下的一个大将 叫饭块 一块肉 饭块怎么吃呢 把它盾牌翻过来扣在地上 把肉放上 拔出配件 用剑切着吃 现在周亚夫 见皇帝不能带剑 也没有盾牌 那饭块当时怎么有剑呢 他是闯进去的 如果不闯 不能带配件的 不能带兵器进去的 所以周亚夫一看着肉 没法吃 就转身 看着身边的上食 高尚的上 食物的食 上食是个官员的名字 什么叫上食啊 主管饭菜的官员 叫上食 那主管皇帝穿衣服的 叫上衣 这么一个官员 看着他 叫他拿餐具 这一说 汉领地恼了 说了一句话 此非不足君所乎 我请你吃饭 还放了一块肉 这还达不到你的满意吗 实际上 这是为难周亚夫 谁吃饭的时候 面前放了一大块肉 没有切 又不给餐具 你叫人家怎么吃啊 难道说 抱起来这个肉 就啃吗 周亚夫 没有办法 脱下帽子 给皇帝 紧了个礼 站起身来 转身 小步 小步 走出去了 这一走 汉领帝 以目送之 眼睛一直看着周亚夫的离去 说了一句话 此泱泱者 非少主臣 这么一个心怀不满的家伙 一定不是辅佐 少主的臣子 这个话很重 言外之意说 周亚夫不是辅佐 自己儿子的臣子 那换句话说 这个大臣 可能是危害自己儿子的臣子 所以这话分量很重 这顿饭究竟怎么理解 我个人谈一点 我对这顿饭的理解 其实这顿饭就是一场考试 不是吃饭 是一场测试 测试什么呢 实际上是用这个吃饭 告诉周亚夫 你有再大的本事 你也脱离不开我的帮助 没有我的帮助 面前给你放一块肉 你都吃不到肚子里去 所以你不要自以为你是功臣 你也立了大功 离了我的帮助 你什么都办不成 实际上 汉景帝是要把这个话 告诉周亚夫 如果周亚夫明白了这个意思 周亚夫会向汉景帝说明 臣无能 请陛下住址 你帮帮我吗 那么你帮帮我 那么我就可以把这个肉吃掉 周亚夫是一员武将 是一员995夫 他并不懂得汉景帝这次吃饭 是打了个雅弥 所以周亚夫就要参聚 而且这件事情能判断 一个大臣是不是忠臣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岂能判断一个大臣 是不是辅佐自己儿子的 合适的重臣 完全不可靠 恰恰像周亚夫这么耿直的大臣 这么忠臣的大臣 是辅佐 是辅佐太子的重臣 而汉景帝得出的结论 刚好是相反的 他认为 这不是辅佐少主的臣子 这看法完全错了 过了不久 周亚夫真探上事 探上什么事呢 他的儿子为他买了500副盔甲 这个汉代买军用盔甲是违法之事 这个周亚夫的儿子 给他买500副盔甲是干什么呢 是等着周亚夫 因为周亚夫年龄大了 周亚夫死了以后 身经百战的将军 陪葬的时候 把这个盔甲作为陪葬品 结果买这盔甲 惹出麻烦来了 什么麻烦呢 没有给农民工钱 请了农民工当他搬运 最后呢 他儿子没有给农民工 发这个合适的工资 这农民工把这件事报告了 这一报告迅速地 就报告到汉景帝那儿去了 汉景帝知道以后 立即就派人 把周亚夫抓起来 要审他 这个周亚夫很生气 周亚夫觉得 我这是买的丧葬用品 凭什么要抓我呢 结果汉景帝很生气 就把周亚夫的案子 移交给廷尉 廷尉是主管全国最高司法的官员 移交给廷尉处理 就把这个案看成重案来处理 这个廷尉处理 这个廷尉就责备周亚夫啊 君侯欲反耶 您是要谋反吗 亚夫月 我买的东西是伤葬用品 怎么是谋反的 立月 君侯重不反地上 急于反地下 你要是活着不谋反的话 你将来死了 你会谋反 大家听听这个话 文献记载的这段的话 可以看出来 汉景帝是要通过廷尉 置周亚夫于死地 所以愤怒的周亚夫 在进入廷尉的监狱以后 绝食五天 吐血而死 这个汉景帝这个做法 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在废的太子刘荣以后 立了自己的黄石子刘志 立了黄石子刘志以后 他的做法是扶上马再送一程 我不但要把太子扶上太子之位 而且我要送他一程 怎么送 把那些他认为 不适合辅佐太子的人给除掉 就这样 周亚夫被除掉了 如果说汉景帝冷落斗营 逼死周亚夫 都是为了把太子刘志 也就是后来的汉武帝刘彻扶上马 再送一程 那么汉景帝为太子刘志 千条万选的托古大臣 又会是谁呢 景帝朝之后紧接着 就是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汉武盛世 那么景帝在位仅16年 他为后来汉武盛世的到来 又做了哪些贡献呢 而最终被扶植起来的是谁呢 被扶植起来的是建陵侯魏婉婉婉婉受到重用 我们前面讲过魏婉 是个赶车的出身 他能够在车上玩魔术 受到重用 然后在文帝朝就当上了中郎将 景帝做太子的时候 曾经有一次把汉文帝身边所有的进臣 都请到太子府吃饭 也请了魏婉 魏婉不去 其实汉景帝这个做法很有意思 在他位即位值前 他就想笼络住一批文帝朝的大臣 为他说好话 保住他的太子之位 但是唯独魏婉不去 景帝继位以后 有一次到上林院去 招魏婉陪圣 让魏婉坐他的车 他就问魏婉 他说我当初做太子的时候 请人吃饭 父皇身边的人都来了 唯独你不来是为什么呢 魏婉说我有病了 我又病了 所以我不能来 其实魏婉的做法是什么呢 我是文帝之臣 我不能交往太子 魏婉就说我谨慎地侍奉文帝就行了 所以汉景帝当场就说 那我赐你一把剑 他说剑我不敢要了 先帝已经赐给我六把剑了 汉景帝说这个剑是佩戴用的 先帝赐给你的剑 你还保存到今天吗 他说我保存完好都在家里 汉景帝派人去查看 汉文帝赐给魏婉的六把剑 剑套都没有撤封 圆封不动的供在家里边 所以汉景帝就觉得 魏婉这个人很可靠 让他做了太子太夫 其实杀了周亚夫这样的忠臣 重用的却是那些唯唯诺诺 小心谨慎的侍奉皇上的人 得到了汉景帝的重用 汉景帝不但贬了魏姬侯杜英 逼死了这个调侯卓雅夫 同时还逼得废太子刘荣自杀 还有一件大事 废太子刘荣自杀了 废太子刘荣怎么会自杀了 废太子刘荣被废以后做了临江王 在临江王的任上 这个刘荣做了一件不谨慎的事情 就是他扩建自己的宫殿 占了汉文帝庙的外面的一块空地 这个算犯法的事情 然后他就被家送到京城来了 在中卫府 当时中卫是谁 就杀利吉一家的制毒 他做中卫 这个临江王当时还是个小孩子 来到以后在中卫府 要求给他的父王写封信 但是制毒不给他刀笔 不给他刀笔 最后没有办法 这个是魏姬侯杜英知道以后 给了他笔 他给父王写了封信 然后自杀了 这个皇长子刘荣自杀以后 被窦太后知道了 窦太后极其恼火 因为刘荣虽然被废了 毕竟是窦太后的长孙 是他的长房长孙 对他的长孙之子 他非常恼火 他要杀这个制毒 最后汉景帝把制毒免了官 发配到这个燕门 做燕门太守 窦太后不依不饶 最终还是把这个制毒给杀掉了 而这个过程中间 这个汉景帝一直在为制毒说话 包庇制毒 对自己的儿子之死 他非常残忍 非常冷漠 而对自己的爱臣 对自己的宠臣制毒之死 他非常惋惜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了 景帝的冷酷给残忍的一面 汉景帝刘启在位16年 最终像他的父亲一样 死得很早 他父亲是23岁继位 做了23年的皇帝 46岁死掉 这个汉景帝呢 是在位16年 48岁死去 景帝在位的16年 办了三件事情 我们说汉景帝和他的父亲 共同成就了 在中国历史上 鼎鼎大名的文景之志 既然成就了文景之志 他总还是办了一些事情 那么他主要办了什么事情呢 主要是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叫青妖伯父 汉景帝继位的当年 也就是公元前156年 他就颁布法令 其中他的法令中间 非常重要的一条 就是把农民的15岁衣 改成30岁衣 把田租降了一半 而且这种制度 成为西汉的一种定制 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我们知道西汉王朝建立以后 实际上面临着巨大的战争创伤 高祖初年的经状上非常不好 经过高祖会帝旅后 文帝景帝 景帝在这个方面 在修养生息方面 做了很多工作 尽管我们前面就讲过景帝 对大臣 对宫 对宗室的很多残忍的地方 但是作为一代国君来说 他对百姓的清妖伯父 做的确实很到位 第二年 汉景帝又下令 男子扶劳役的年龄 向后推迟三年 这样就大大缩短了 农民府劳役的时间 而且他在后援三年 亲自下过这样的照例 农天下之本业 黄金族欲 急不可食 寒不可依 以为必用 不时其忠实 尖遂怀不登 亦为莫折重 农民寡业 其令郡国 勿劝农丧 亦种树 可得依实物 这个汉景帝下的诏书中间 明确说明 农业是天下的根本 黄金族欲这些东西 既不能吃又不能穿 所以一定要种农 种丧 所以景帝在重视农丧 加强农业方面 做了很大的贡献 第二件事情 就是清行慎罚 这个清行慎罚这一方面 首先是改革的赤行 因为文帝朝 因为提营上书 就废除了一些刑法 废除了肉刑 废除了三种肉刑 把其中有一些改为赤行 但这个赤行打屁股 打得太重 往往把人打死了 所以汉景帝 后来就在他的诏书中间说 赤五百 越三百 赤三百 越二百 由上不全 就是这样来打的话 这个还会把人打死 把五百改成三百 三百改成两百 后来又下招 把三百改成两百 把两百改成一百 而且还制定了一个锤令 就是这个赤行的要用竹子 这个竹子的长度只能是五尺 宽度只能是一寸 而且这竹子上面 所有竹节的地方都要刮平 厚薄只能是半寸 这个打人的时候 只能有一个人行刑 中途不能换人 一个人行刑完了 才能再换人 从此以后 受赤刑的人 大部分得以存活下来 没有成为残废 第三件事情 是巩固中央继权 特别是 五楚七国直乱平地以后 汉景帝取消了 诸侯王在自己国内 任免官吏 和征收赋税的权利 诸侯王不能够继续 治理自己的封国 各个封国有皇帝派员去治理 另外改革诸侯国的官制 诸侯国的丞相改称相 而且把玉士大夫 这些大部分官员给裁撤掉 大大减少了诸侯王政治权利 而且规定诸侯王 不能够治理自己的国家 无权过问封国的政事 这就使得诸侯国 和郡县的差别 大大缩小 诸侯王通中央教板的权力 实力 丧失殆尽 中央政府的权力 空前强大 也就是说 汉景帝在巩固中央继权方面 做了大量的工作 当然最终把诸侯王的 这个事情解决了 是要到汉武帝时期 实行推恩令 推恩令的实行 使诸侯王的势力 彻底消除 但是这三个方面 重视农业 改革刑法 巩固中央继权 这些东西 对于国家的经济的发展 社会的繁荣 仍然起了很好的作用 所以汉景帝和他的父亲 汉文帝 他们两个 一个在位二三年 一个在位了十六年 将近四十年的时间 毕竟推动了 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为五帝时期 国富军墙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所以在历史上 还是有贡献的 汉景之志 到此就全部结束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